美军飞行员的求生包里真的有黄金吗? 56年前越战前线,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该如何求生呢? 眼前这两个绿色暖水带形状的东西,就是1967年美军飞行员配发的,专为雨林极端环境设计的求生包。 一盒中有两袋,一袋为医用求生包,另一袋则是求生工具包。 医用求生包,采用皮裤套棉裤的双层防水设计,但打开后却能闻到浓重的劣质工业浇水味道,好在内部的物品整体保存还算完好。 先是一管防晒润唇膏,试了一下有油腻的繁石磷味道,一支由辉瑞公司生产的新梅素软膏,可用于治疗烧伤引起的感染和溃烂。 这包用皮筋扎紧的是四片抗涅疾药物,接着这包有着惊人数量的是,用于补充电解质的盐片,在雨林中大量出汗如不及时补充电解质,轻者头晕呕吐,重者直接落地成河。 紧接着是一包保存完好的邦迪窗可贴,而这包晕传药就有点令人不得其解,难道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同样也会晕传? 接着这包适用于抗菌感染的土霉素,大约有二十几片,接着又是一长条适用于抗腹泻的药片,而这是五片能令人暂时清醒的药片,当求生者遭遇严重伤病或灰心丧气时,它能帮你重拾信心,这包是全能指藤药阿斯匹林,千里之行始于足下,当求生者在雨林中遭遇足部感染时,这管沙菌粉便能救你一命。 接着这管驱虫防晒二合一的软膏,和一小瓶水质驱虫剂,则是针对雨林求生而量身打造,最后是用于伤口处理的手术刀,一卷干净卫生的绷带,和只剩半瓶的液体肥皂,这就是医疗救生包的所有东西,接着工具求生包打开就更精彩了,先是一把镊子,几个用于固定绷带的别针,一把非常顺手的线卷,接着这根白色蜡烛,用于生火和照明都非常称手,这个白色小管内则是别有洞天,其中有非常实用的鱼钩 接着这是一捆能承受30磅重量的鱼鞋,一块表盘虽稍有裂痕,但仍能正常工作的指南针,虽然打开这一小包时能看到金色的光芒,但它只是块变质已久的牛肉汤款,这包糖果外面看上去干干净净,打开后有黑黏膩的液体令人一言难尽,接着是一小瓶净水片,干净的水源是求生的关键,如果你不想在雨林中睡醒后变成巴结,这款便携式蚊帐则是必不可少的装备,接着这个小型手垫已经彻底罢工,然后是洗漱用的肥皂,和 这一块吸水性极强的海绵,而这块求生镜通过反射太阳光,可将求救信号发送至10公里之外,这一小板内装的是防水火柴和火石,这把当锯刀拿起来非常趁手,将锯齿刀取下便可秒变信号发射器,尽管过去了近60年,其中的求生弹仍能正常工作,接着这不是一堆烂塑料,而是一副破损的墨镜,它能帮助求生者阻挡野外的强光,然后这是一个崭新出厂的箭头,取根笔直的束棍便能秒变红音枪,防身和捕鱼的绝佳力气,最后 腊纸包裹的是用于生火的免血,然后这是两个用于储物的袋子,底部的吕箔既能反光求救,又能折叠后用作煮饭的餐盒,这就是整个求生包的全部东西,虽不见传说中的金币和金表,但每件物品又都能看到黄金的影子